谈点影视剧中的六大鼻祖人物 投降输一半鼻祖 我再咪一下 他再咪一咪 好 我跟 跟什么跟啊 你比我还大 你厉害 我不跟了 对嘛 大家投降各输一半 干不干的 一半 没道理啊 哪有投降输一半的 我在大陆玩也没有这种规则 你神经病啊 大陆是大陆 这里是香港 香港是投降输一半 这一半是你的 好吧 待会吃点亏 没关系了 我还你一点 你来了 1999年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 工资当然都发到 我们家老婆账号上去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远犯硬吃鼻祖 我曹大华 一人做事一人当 刚才的烂坦 我打得很开心 江春水向东流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没得收养 但是重案组好幸好有你 别这么大声 他们会妒忌的 对不起 去开心一下吧 我给你的附属金卡 你教我做事吗 不是啊 以为在我面前 不准说我朋友坏话 我就是最欣赏你的人 这么有骨气 你知道吗 警局上上下下的人 都对你很欣赔的 说你为人正直 办事得力 乐善好诗 表情包笔组 吃屎啊你 动我一份 你够胆动我 你动我一下而已 我立刻躺在这里 扑街 你竟敢打开枪 带我啊 是不是带我啊 拔我啊 拔鸡拔我啊 不要啊 怕啊 怕死了吗 事份贵 这些钱还给你的 走啊 说一声多谢乎英哥吧 谢谢 多谢乎英哥 穿西装打梯 拿大哥的电话有什么用啊 啊 跟着这样的大哥 压死啊你 哈哈哈哈 风雪鼻祖 就说 当年探风水的说 这块坟地很难找的 是一个好穴 不错 这块穴 叫蜻蜓点水穴 穴长三丈四 只有四尺能用 扩一丈三 只有三尺有用 所以棺材不可以屏葬 一定要发葬 了不起就说法葬 所谓法葬 就是竖着葬 我说的对不对 对 那个看风水的说过 先人竖着葬 后人一定棒 那灵不灵呢 我看那个风水先生 跟你们认得有仇啊 有仇 要不然他绝不会害你们 还叫你们把杨辉盖在 整个清清点水穴的上面 那么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雪花盖灵 这才叫清清点水 官腿头碰不到水 怎么叫清清点水呢 他还算有良心 叫你二十年后起官千葬 害你半辈的 不害你一辈的 害你一代 不害你十八代 参赐鼻祖 王司徒之身平 我素有所知 你市居东海之宾 出举孝莲入室 立当匡君辅国 安瀚兴流 何须反驻逆贼 同谋篡位 罪恶深重 天地不容 你 诸葛村父 你敢 住口 无耻老贼 岂不知天下之人 皆愿生蛋你肉 俺敢在此饶舌 今姓天意不绝言汉 招列皇帝于西川 继承大统 我今奉四军之旨 兴时讨贼 你既为铲鱼之臣 只可浅身所守 苟图一时 怎敢在我军面前 妄成天术 好手匹夫苍然老贼 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 届时 有何妙我去见汉朝 二十四代先帝 我 我 我 二臣贼子 你网活七十有六 一身胃力寸功 只会摇唇骨折 筑草为虐 一条断脊之险 还敢在我军阵前 阴阴狂吠 我 从未见过 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人 你 黄司徒 黄司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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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